氧气特别少 累不累 有点累 那我们要不要放弃啊 今天是支持青海和甘肃旅游的最后一集 到底是青海还是甘肃会在我心中排的阴影 哦对 还有今天我会站到非常值得一百分的地方 可是 不是第一个景点 你知道吗 中国有床城 故宫 朱寨沟 天涯海角 四川 日南 很多特别漂亮的地方 但是中国也有大地之子 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光屁股在睡觉的银儿 有人看到他的屁股 为什么 真的 为什么 这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角色 在2019年创作的 why 呃 这个不算分吧 我们到了甲鱼馆的长城 这边好像是最早创建长城的地方 我到这么神秘的地方 感觉自己是印第安娜专斯 你敢走吗 真可惜门错了 这个倒是就是让我这样的老外走开 这边叫旋逼长城 我们要爬上去 加油 加油儿子 哎呀 我怎么每次以为我已经到最高的地方 还有更高的 不论是哪里的长城 巴黛林 牡田女 顾备口 四马台 我每次都会超级喜欢 我给他 就是分 不到长城 非好汉 那我去过那么多次长城 我还算法国人 你吗 我们又到了中国最美的地貌之一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中国很多媒体说的 这边叫中野七彩蛋霞 中野蛋霞获得了联合国 世界地质公园的称号 我们在这边会看到很多彩色的山和颜值 来 我们去看一下 感觉我们在火星上 又是露梯啊 中国怎么这么喜欢露梯啊 这是我看过环境最好的咖啡厅 这个才叫束缚 束缚 这边连拉机桶也很漂亮 所以儿子 怎么样 我想吃冰激凌 哎呀 这么漂亮的地方你还想吃 中国美不美 你们可以评论一下 皇带 无意了 谢谢蓬蓬 中野 我一到那边就知道了 我会至少给他90分 非常值得 中野的特色 蒸饼 这个不是面 是饼 你好有饮料吗 好吃 中野 加5分 我们到了张义的酒店 看起来挺不错的 你们看一下这个房间 非常好 大床怎么睡呢 那是我们这次青海甘肃的旅游 住最好的酒店 张义还加5分 100分 张义 我肯定会再去一次 我们在张义市 这边古代中国的时候叫甘州 戈壁的城市就全 古代中国的时候叫苏州 甘州 苏州 放在一起就是甘肃这个名城 啊 这个老外还能教你点中国的礼事啊 这样能看到我晒黑了多少呀 我这个人一晒黑 就像个小龙虾一样的 明天我们要回到西宁 我们这次的旅游就会结束了 可是我看到了那么多漂亮的风景 遇到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人 吃了这么多好吃的 我肯定是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刚刚离开的甘肃 青海 我们回来了 我们去看一下羊 那天很多很多羊 他们有点害怕我们 都在讨作啊 哎呦 儿子你刚才骂他了 真的吗 我开玩家了 我怎么知道呀 我又不会讲羊话 你们会讲羊话吗 我们又来到海拔三千八百米的地方 那边的山上还能看到雪 呜 有点头晕了 而且这边很冷 好冷啊 好 我们三个人要爬上去 这边不可以快走的 要慢慢走 要不呼吸不了 阳气特别少 累不累 有点累 那我们要不要放弃啊 当然不放弃啊 好 我们不放弃 继续走 这边叫港式卡水山 有多少老爱来过这里啊 我现在觉得呼吸好一点 好像我的身体在满满的水影 说不定我火眠没有办法会伤害 哎呦 我一说这个就开始偷晕了 我昨天在终于跟你们说话的时候 我还以为梅的风景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我错了 不穿了 放给你 放给你 我们快到海拔四千一百米 儿子累不累 雪莲 雪莲 雪莲是一种很好的药材 好了 我们到了我们的目的地 能看到雪山 刚才发生了超级啥的事情 我老婆在那个山上看到了很漂亮的花 她要我去拍照 很难 居然不爬上去的 后来我成功了 然后下来了 差点撕掉了 就发现了什么 这边 就有啊 哈哈哈 这里就有 哈哈哈 刚吃卡 是我们这次旅游最安静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怕高海拔 YOO 我特别喜欢安静 也喜欢那种神秘 有挑战的感觉的地方 所以我给他就是5分 好了,我们已经回到西宁了 这次旅游快结束了 马上要飞回上海 但是我在中国还有很多美的地方还没探索 新疆,西藏,内蒙古 我都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那我们一起去好吧 好,来吧 谢谢大家 那你呢 你想去哪旅游呢 你可以评论一下 别忘记点个赞和关注哦